賴老師我真的想請教一下 到底馬英九國入裡賣了什麼藥 人家這個習近平可是一個月前 就已經公告他的行程 但是馬英九卻捏手捏腳的 在昨天晚上半夜公布這樣的訊息 我相信馬英九他在處理這件事情 有人講說他是處理性繼續搞了很久 但我相信這一定是很臨時 很緊急這樣搞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馬英九他是在新加坡 跟新加坡不期而遇的話 照講應該是馬英九先有新加坡行程 他是新加坡的訪問 結果不是 你是跑到新加坡 就像你剛剛之前所講的 是在人家跟臺灣斷交二十五週年 去到那個場合裡面去 所以說馬英九他連去新加坡 都可能新加坡都不會稱呼他為 中華民國總統 絕對不會用這種方式來稱呼他 他到那邊只有一個目的 他既沒有公佈他在新加坡 其他的行程 也沒有跟新加坡政要的會面 就是跟習近平會面而已 所以說很明顯 這個哪是什麼樣的不期而遇 這根本就是預期想要跟他見面 而且為了要跟他見面 處心紀律找到一個地方 新加坡願意 而且是找到一個怎麼樣 自我矮化 為什麼自我矮化 他連習近平連稱他 什麼樣的團隊都不用了 新加坡怎麼稱呼他就知道了 新加坡跟習近平來的時候 是國事訪問 他還稱習近平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他跟臺灣是斷交的 那個馬英九過去 新加坡在那個時候 迎接習近平的時候 他跑去冒著習近平大部分 是講說中華民國總統嗎 不會 不可能嘛 所以說很明顯 所以他很可能 左手問說 歡迎中華國家主席 馬這個習主席 但是歡迎的臺灣地區代表 馬英九先生 他可能他或者 他也不會講說地區代表 他只要說馬英九 或者來自臺灣的領導人 那領導是什麼 這學校是領導人 對不對 所以說新加坡這個地方 他絕對不可能稱呼 馬英九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說馬英九到那邊去 已經是自我矮化 而且這矮化還不用習近平出手 新加坡一講話他就完蛋了 所以這整個關鍵問題是說 馬英九為什麼急著要去 還有習近平 為什麼他願意在新加坡 來完成這件事情 對習近平來講很簡單 因為當臺灣 如果說2016 明年選完之後 很有可能政黨會變天 就是我們會變天 同時也有可能 例如說 立院裡面國民黨不會過半 或搞不好是民進黨過半 因此對習來講 如果趁馬英九 他在還沒卸任之前 把所有的一宗架構 一宗框架裝全部定下來 所以任何後面的一個 那個政治領導者 或者是那個新的 那個政治的領導勢力 都沒有辦法去逆轉 這樣的框架 對習近平來講 就變得非常重要 而且實際上 這也可以從2014年 去年318到現在 整個臺灣社會的 反輕鬆的氣氛裡面 他對習近平來講 這是有辦法怎麼樣 來阻止 或者說來逆轉 這樣的一個形式 起碼就是說 我把外面的框架定下來以後 你臺灣裡面還有其他的人當選 沒有關係 這個框架你是無法逆轉 因為怎麼樣 你必須要概括承受 對馬英九來講 當然這除了就是說 他從掌政治主導權之外 同時把這個朱立倫 和王金明把變原化 很重要的一點 是在2016年 當這個朱立倫 假設他那個沒有當選 然後他就下台之後 馬英九他重新回來 執掌國民黨黨主席 以及確保在這個後馬時代 他所有的其他的作為的時候 這個東西 就變成他非常壯的正當性 賴老師你剛才暗示 馬英九在這次總統選完之後 他會回來接國民黨的黨主席 黨章是這樣寫的 就是說這國民黨裡面 那個總統就是當人黨主席 上次是他自己辭掉的 如果說朱立倫 他如果不當黨主席 在明年的時候 如他自己所講的 我選輸了我就要下來 那按照黨章來講 馬英九社會可以回來接的 回來接之後 你自己再看 他那個時候 在2016年1月17號到520 這四個月的時間 那你說馬習慧會會只有這麼一次嗎 但那時候還有別的可能性 因為如果說在這次光是20分鐘裡面的 密室的這個密談之後 後面還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我完全不知道 那個時候馬英九既是 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又是中華民國總統 他拿著兩個身份 在520之前 再去跟習近平再見一次面 我是覺得這可能性絕對是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在只有中華民國總統身份的時候 都可以見了 那在那個時候 那當然可以繼續來見 而且如果定框架的話 只要習近平願意 他找到一個雙方可以同意的地點 就可以來處理了 而且那個時候 就算是這個蔡英文 或者其他人當選總統的時候 你再怎麼不認帳 我那時候是總統 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所以關鍵是在這個地方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有人講到說 這個美國是不是知情 但是我不認為美國會知情 所謂美國知情 他頂多就比臺灣民眾早一點 例如早個一天 或者早個幾個小時 知道而已 你從這個白宮記者會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表示審慎 因為美國不可能跑去反對 人家兩個領導者要怎麼見面 因為他們在自家的事情 我怎麼可能去反對人家 但關鍵是在於說 如果美國是認同的 美國認為這件事是鼓勵的 他不會審慎 不會講說我等到內容之後 我再來看說要不要支持 一定會講說 美國高度肯定 美國認為這個是兩岸領導者 共同在做的 結果美國不是 美國白宮記者會裡面 他所講的是說 我這邊還要再看看內容是如何 但是我基本上我是審慎 如果說真的要鼓勵的話 不會給你審慎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說 我是覺得馬英九 他之所以能夠拿入場券 有一個重要的重點 就是在於說 當外交部應該在幾天前 不是說這個有關於海牙國際法庭 他針對菲律賓提出 對中國九段線的這個海牙的控訴 然後那個法庭他表示說他已經有審理權 對不對 外交部忽然在那個時候 人家是中國 對中國九段線 人家沒有針對台灣 外交部跑去對他們講說 我不承認他們的審理權 這個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照講一個是十一段線 一個是九段線 菲律賓控告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九段線 他並不是直接針對中華民國十一段線在講 即便兩個也很接近 但是外交部為什麼要這麼說 為什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 幾乎是完全一致 然後馬英九在那個時候沒見華 跑去跟馬英九拜託死 拜託活拜託 你不要在這個時候 報告到太平島那邊去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實際上可以看得出來 為了我是我高度懷疑 為了要取得這場馬熙會 這個是最後一個很重要的入場券 因為在這裡面 在這個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他也同樣和中華民國政府 一起反對海牙 他國際法庭宣稱 對於這個十一段 對於九段線他的一個審理權 這個應該是最後 他能夠拿到 能夠馬熙會入場券的 最後的一根稻草 那麼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實際上美國 他在和中國 因為南海的議題 報拉三號都進去了 但是現在忽然發現 台灣在南海議題上面 跟中國好像是遙相暢賀的 那結果馬英九在這個地方的遙相暢賀 取得了馬熙會的這個見面的入場券 進而讓這個東西能夠成功 所以說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會高度懷疑 還有其他的哪些的代價 如果這樣的話表示美國其實是這個 這一次馬熙會的某種程度 南海的輸家 對 那麼這個情況之下 那我就很好奇 所以持久委員 我們剛才談到一個重點 剛才說 剛才我們賴老師說法是說 那個戰艦其實是跟這次馬熙會沒有關係 可是你解讀市集是 這絕對是有相關性的 我的判斷 未來的總統會更辛苦 因為美國跟中共這兩個老大 幾乎開始要正面對決了 在東海他透過日本的新安保法 已經取得了一個比較主導的優勢 但南海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橫跨在中華民國的太平島 在1982年的聯合國的海洋公約 有個很重要的規定 他把你享有領圈 所謂領海主張分為一個是island 一個是rock and reef 一個是low tide elevation 就是說目前為什麼拉升號敢去 在10月27號經過你的美濟礁跟土壁礁 原因很簡單 他認為那個叫做low tide elevation 就是你自己加蓋上去的 所以我不承認你的12領海 他是礁石 他不是島嶼 礁石沒有領海問題 島嶼才有領海問題 他有分成三種 第一個是你講的沒錯 礁石就是rock and reef 你有十二領海 你有 但是那個是low tide elevation 就是說你漲潮的時候就不見了 退潮才出現的 像美濟礁跟土壁礁是屬於這種 他是靠你後來造出來的 是的 所以美國為什麼派拉升艦過去的研究說 這個東西我不承認12領海 不但你兩百里的經濟海域 我都不承認之外 我12領海都不承認 所以雖然中共就派了所謂的藍州號 跟臺州號跟在後面 中共很清楚藍州號 臺州號 沒有用 馬英九才有用 所以今天這個會議 你是說中國那兩艘戰艦沒有用 但是馬英九才有用 因為馬英九要知道 今天中共的不管他的九段線 和我們宣稱的十一段線 坦白講就是幽營線 那基本上是直擊在一九十六年的十二月十號 當時中華民國的海軍太平艦 去太平島登陸 然後立了太平島這個碑 然後掌握到今天的主權 而且這一個島嶼叫Illand 在國際海洋公約 聯合國的國際海洋非常清楚的 當你擁有島嶼 你不是十二十二領海問題 你牽涉到兩百里的經濟海域 你的範圍就是今天 那更驚人了 太大了 那如果經濟海域的話 大概是十二萬六千五百平方海裡 大概五個臺灣大 你就不是十二經濟海了 所以這個時候 他需要你中華民國強調太平島的主權 太平島 然後全世界都知道兩岸 可是剛才賴老師說 AIT這時候希望馬英九不要去太平島 所以這兩個這又又矛混 如果今天馬英九去太平島 確實那是中華民國主權 而中華民國跟美國有軍事上 某種程度合作的一個一個防線 那更希望AIT沒見華 就更希望馬英九這次要去太平島走一走 完全不希望 他當然他那個老師講的沒有錯 因為你要瞭解 今天當中華民國宣稱 擁有這個所謂的U型線也好 十一段線九段線也好 就太平島的主權 就兩百里的經濟海域 你的整個經濟海域擴紮到 大概是十二萬五千六百 相當於一個台灣大的時候 這個時候因為全世界只承認一個中國 你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理的海域 就延伸到這裡了 這是美國非常不樂意見到的 所以美國其實也聞到這個味道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很清楚 才會透過民進黨來告訴你 我要送你軍火武器了 這一次的會議我如果判斷沒錯的話 是非常臨時性的 是因為你要知道習大大 怎麼會不知道你馬英九在台灣的人 望有多少 習大大怎麼會不知道明年的一月十六號 政黨輪體的可能性有多大 他怎麼會用施捨的方式 憐憫的方式來給你成全你馬英九 要跟他見面的 原因是因為在這個時候 南海如此緊張的情況之下 因為拉升號過去之後 美國太平洋海軍司令部是特別強調一點 他是說我們要定期的去訪問 因為你那個是屬於low tide elevation 是屬於低潮高潮低地的 是沒有人不要說經濟海域 連十二領海都沒有的 可是當如果我們一直倡議 太平島是屬於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而全世界又只認為中國是唯一的合法的政府 相對來講 你只要繼續倡議 就代表他今天所主張的十一段線或優行線 就合理化了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南海經濟研究院長 吳士淳會特別強調 兩岸在這個立場上是一致的 是中華民族的 我們要共同堅守太平島的主權 因為中共進入南海是在一九八零年以後 那個時候所有有人島嶼全部被他上光了 所以他目前所擁有的這八個裡面 只有三個稱為島嶼Rock and Reef 十二領海 另外這五個包括我們今天所談的 那個儲弊礁跟那個美鼠礁 這兩個都是屬於根本 連領海都不能伸張的 所以今天等於習近平透過你期望馬錫會 我讓馬英九先開一張支票 告訴大家中華民國擁有優行線 擁有太平島的主權 讓主張維持現狀的這個蔡英文 將來要吞下這張支票 但是我真的要特別提醒 在美國跟中共之間 今天全世界所有戰爭最大的地方 都是夾在兩大超強 因為兩個超強不敢當戰爭 為什麼 都有核子武器 敘利亞 烏克蘭 伊拉克 阿富汗 利比亞 當美蘇冷戰的時候 兩大超強不敢打仗 但你倒楣的就存在中間的 所以未來的國際情勢方面 我必須要提醒蔡英文或者是宋楚瑜 或者是朱立倫 你當任何人的馬前卒 或是當任何人的看門狗都要記得 你是臺灣人的利益要擺在第一優先 如果你稍微是親美想對抗日 或親 想對抗中 或親中想對抗美 到最後 看一看敘利亞的下場 看看伊拉克的下場 看看阿富汗的下場 看看烏克蘭的下場 你一定要把臺灣的利益 擺在第一優先 千萬不要成為任何人的看門狗 因為這兩個大國 他不見得敢調動戰爭 因為牽涉了核子武器 但是他會犧牲你這個看門狗 或這個棋子 或是這一個所謂的未來臺灣的利益 所以我認為南海的緊張 是這一次造成馬跟習近平見面的主意 好 所以問題越來越複雜 但是就在當下 我們來看這畫面 這個畫面是什麼呢 這畫面是 這個我們說的 李小榮他這次真的是贏家 他成功調節了中華民國 人民國跟中華民國 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大陸 可是換個角度來看 這個是朱立倫 他連王金平 洪秀柱事情都處理不了 這一相比較情況之下 我要聽觀眾的想法 到底朱立倫能不能夠 就是主導未來的總統選戰 他對王金平這樣做法 是不是很糟糕 另外就是你如果對馬席會有意見的話 稍後也接受你的call in 所以這個時期 我們現在看這件事情 真的是越來越詭異了 為什麼呢 我們先等會我們在稍後 還會繼續討論馬席會的後續的發展 因為等會訊息會不斷進來 我們在這個兩點鐘的時候 會進一步來討論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總理的高度 這是一個國家 他是個彈丸之地 他可以調和鼎耐兩大權勢 但是對於朱立倫來說 他連王金平事情都處理不了 所以等我們接聽完電話的時候 我們來聽看時期怎麼解讀 兩大之下難為小 可是新加坡可是小 他卻是調和鼎耐 那朱立倫呢 我們進行廣告